八一有所起色腾血体育,11月1日训,常规赛第六轮,银王智智挂帅的八一队坐镇主场110-110有险生青岛队,成功读取本赛季第二场胜利,赛季开下六轮就斩获两场胜利。 这一是八一队近三个赛季最快一次,具体到此番这场对决,八一队取胜过程并不轻松,他们先胜落后,随即追凭比分且一度建立19分领先优势。 接下来,八一队虽在末节遭遇对手反孤单却守住了战果中成功斩获第二场胜利,CBA辽宁喝场不敌,这脚的莫独卡五十四分如爱伦二十二分毫无疑问。 八一队上一赛季的表现是他们参加CBA连赛以来最差的一季,要知道,八一队上一赛季到常规赛第十五轮,才斩获到赛季首胜,从而结束了尴尬的十四连百。 而整个常规赛阶段,八一队累计才斩获三场胜利,时至本赛季常规赛。 八一队的主帅虽然从爱的将跨为王志志,同时还隐回了寒朔,但他们前三轮都发挥,仍旧差强人意。 八一队新赛季开局阶段分别输给上海队,福建队与山东队,遭遇三连百,相对于三连百。 始终好在八一队对阵福建队一一种顶状祖帅王志志,结语之发生激烈定直的事件,显然更令人为八一队的连赛征途感到担忧。 但王志志与其挥下的志志八一队,拒绝这么颓废下去,志志常规赛第四轮,八一队击败北控队的比赛,就让人眼前一亮。 那场比赛,八一队在防守端,非常积极主动,成功限制了皮埃尔杰克逊与兰多夫,同时八一队是一进攻轮转,十分顺畅,全场累计送出21次助攻,前内外先火力全开。 例如全队三分球,25投11中,全队5人得分上双,而是至此番这场比赛,八一队战胜青岛队的过程同样可圈可点。 事实上,比赛开局占据先机的实则是青岛队,他们次节开局时段,一度建立了9分领先优势,为那时刻,八一队拒绝放弃,他们在富豪、雷毛等人的带动下迫近温差随即很快追平比分。 追平比分后,八一队下一步要做到自然式建立比分优势,从四节后半成到第三节比赛。 八一队再喊说,雷毛,富豪的带动下逐步扩大分差,且在第三节结束时创造了17分优势,进入最后一节比赛。 八一队再开局阶段,延续犀利攻势进一步扩大分差,一度85比66领先对手19分。 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不甘心惨败的青岛队,在吉普森带动下,展开近乎于疯狂的反扑,一度将分差迫近到4分。 拨命时刻,八一队展现了球队的铁血,他们凭借凶悍的防守与罗凯文,雷毛出色发挥,稳住战局并最终拉下了胜利。 且全队此一这一次五人得分上双,从王志志指掌八一队之处已经磨难波折,到王志志进三轮率队斩获两场胜利,王志志给八一队带来的变化,显然是有目共睹的。 其一,八一队思想心态更为积极,全队斗志旺盛,拼命,尽十足。 其二,八一队攻防轮转效率有明显提升,更具整体性。 其三,王志志挂帅后启用,与激活了更多球员,而获得机会的球员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了王志志。 所以对于八一队接下来的比赛,人们或许该对他们期待更多。 传出